报道过大陆国务院总理夫人张培莉 她是台湾的顶级翡翠的爱好者 而不同于丈夫温家宝平常的平民形象 业者透露其实张培莉她身上的行头 至少要价台币一千万以上 这对耳环以单颗二十五克拉重的翡翠 镶嵌上三十克拉的钻石 一对要价台币六千五百二十四万 几乎可以买下六台法拉利 这是台湾珠宝业者极简奢华的设计 就连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 看了都爱不释手 她来欣赏我们的翡翠是最顶级的 最好的 然后她看了都非常的开心 她选了几件 选了两件非常不菲的东西 大概 大概非常高 我现在这个 不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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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出手就是好几百万 这既是跟丈夫温家宝的平民形象 真的很不一样 张培莉许言在女儿温如春的陪同下 特地来北京珠宝展捧台湾老朋友的场 从她右手那枚超大的翡翠戒指 不难看出 她身为珠宝鉴定师的专业品位 你这种夫人总理夫人出门的这东西 都是非常高级的 她手上带的最少都一个月 两百万人民币以上的 不是一百万人台币的 两百万人 两百万以上的 这个非常好的东西 有总理夫人这样的VIP业者 这次当然也准备了几品 像是这一串用了20颗翡翠设计而成的项链 要价台币3479万 而这一枚40克拉的翡翠钻戒光彩夺目 价值高达台币1217万 都是要让张培莉见上挑选 这位大陆政坛最低调的官夫人 也在长城时尚派对跟珠宝展上 逐渐退去她神秘面纱 中期新闻百千语